咱们来看看美国的儿科诊所是什么样子的 在美国医院里头 它是没有除了急诊之外的医生的 所以约医生都是各个诊所 今天带孩子来做个体检 一般根据紧急的程度 通常都是当天或者是两到三天就能约到医生 这个是我们前天约的 今天是第三天 诊所一般都比较集中 都是在一个楼里面 咱们看看这个诊所什么样 这个是前台和等待区 进来之后先把保险给他看 然后做体检是免费的 然后这个诊所还给了这种贴纸 墙上挂着电视里头放着动画片 另外他们还准备了一些糖小玩具之类的 就是怎么样能让孩子老实 他就准备什么 接下来孩子反正一边吃一边玩 一边看着动画片 然后就等着他叫号了 叫到号就是进左边那个门 进去之后量身高 称体重测血压测视力 还有孩子的听力 眼镜口腔 反正这一套下来 接下来就有一个助理的医生进来谈 问孩子现在烦不烦躁 在学校里的情况是怎么样 反正问的特别特别细 然后还有刚才的检查结果 他一起跟你谈 之后反馈给医生 然后过了一会儿 医生再进来跟你谈 之后医生如果认为有问题 还需要再做检查 那么医生会继续安排 或者是告诉你接下来的时间点 应该做什么 应该关注孩子哪方面的问题 聊完了之后到这个前台 他还给一个玩具 让你拿回家去玩 孩子最后都可高兴了 也不排斥看医生 你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